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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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Andy 用着电话通话先 Andy 先用着电话通话先 欢迎Andy Andy 早安 Hello 大家好 你好 继续讲我们今年会深入些 去否释 ETF 還有都是繼續講EV 幸好我們這麼早講EV EV已經逐漸體驗到 Andy 今天和我們談什麼呢 我會繼續延續上集說的太空概念 但是裏面當中我反而都會集中去講UFO 始終會比較近一點Kathy 接下來的ETF的概念 還有我看到一個比較特別的一個位置 如果去到第四頁 如果大家眼看你的話 我們會看到它的AUM 自從上次講完之後沒多久 是突然間大增了接近雙倍 嗯 也就是可能真的Kathy這個效應 就令到整鎮人追進去這個概念 其實我也有設計2021年的Tasty ETF 都在想究竟會不會 會不會去擺很多index裡面的方法 就是怎樣設計 我覺得未必適合現場的節目 所以都是繼續放一些重點 就是它的重點上次提到的特色 就不再多提了 但是都會告訴大家最著重的就是 例如它這隻ETF真的會看 和太空相關的收入 還有其實年初資金都升到11%左右 嗯 是啊 然後到第五頁 其實就是讓大家看到 其實真的最近有很多資金流入 是的 為什麼要繼續 就是我說可能大家看的UFO好些 因為其實你看一下它的銜截的範疇 就是第六版 其實你看到它由地面的一些工具 其實就是ARK他們那隻ETF 其實都大概說了一下他們會投資的一些概念 是的 那就是例如 其實跟這些一定是最相關的 就是地面的東西 Satellite 究竟在太空上面的一些發展 唯一有那個 這個唯一UFO它這隻呢 比較講的多些 可能是右邊那邊 就是講一些 Emerging Space的Industry 就是例如它會怎樣去做多些 Military啊 就是國防軍工那類 會多了一點點的 是的 UFO這隻會多提了一點 是的 那這個呢 我會想講的就是 第七版 其實給大家看看 UFO裡面拿著的股份 其實頭十大就53%左右 那當然現在大家最認識的那兩隻 就是SPC 或者MAXR 是的 那我想提的就是 我看到有人問SSYS 是的 就是3D彈 我自己覺得Kathy他們會加入 UFO裡面沒有什麼這些概念 我自己覺得 是的 但是就 想給大家看的就是 其實裡面有很多不同的股份 都是大家要想定 就是不要只看著MAXR和SPC 這兩隻 其實因為都真的抽得很厲害 是的 你會看到那些資金一流進去之後 其實就已經 有了幾隻比較大名的股份 連很多銷售都追了上去 所以其實例如我把MAXR的Factor給你們看 第八版 是的 現在的增長 其實我們的Black Box是非常之高分的 但是這個是中長線高分 短線究竟它會不會做少少後抽 我覺得大家應該要把握 因為其實你看到它突破了 其實大概過去幾年 一個很大的下降軌 我覺得 現在大家 其實我相信這一刻的事還沒有死 一定是看著 會不會有些股份 有概念抽了上去 它就把後抽 其實如果你說 後抽 如果它搜到 剛好你用日線圖 因為我現在展示給你們 大家是周線圖的 但是如果你拿著日線圖 你可能會看到1月14日 附近有個上升列口 看看那個會不會 剛好就是做周線圖的這個後抽 我覺得可以這樣看著先 好啊 嘩 Andy說得很快 我感覺到它一會兒 沒有空 但是有沒有一些個股 他們問你 Blackberry 你有沒有看 其實Blackberry 我相信大家 有看到GME的 那些幾天 為什麼要解僱它 我也學會了一個字眼 YOLO YOLO啊 我先說了 不要說夾 當然Blackberry 大家有另一個概念 就是看究竟是不是真的 跟電動車相關的 一些軟件的東西 我覺得 我覺得 現在我覺得這麼水漲船高 其實我都很難用一些很長遠的分析 去跟大家說 是的 我記得我現在有展示了一幅圖給大家看 其實就是說 那些股價有時候是會升得急 然後有機會會回 但是其實你都是在一個大 trend 那個上升那裡的 那就是說你都是在一個對的賽道 只不過有時候那個時間 對不對是一個最大的問號 不過如果你們這樣問到 我反而是 我自己 就是我們自己有時候 最近聽到有些投資者 他們自己都很坦白地說的 就是說這段時間是多年難得一遇 連美股都炒到這樣 他說一定是在裡面繼續撲的了 是的 我們聽到有些短時間裡面 是說幾倍幾倍的升幅 他自己都說 外面你就算你說什麼的基金經理 你都不會跑到這樣 當然他自己知道自己的風險 我相信最近很多散戶 或者不一定 未必叫散戶 我覺得經歷完一年 可能很多由原本的散戶 已經變成了專業投資者 是的 大家都已經超過了一百百萬的身價 我們是TI 一百萬美金 是的 就是專業投資者 其中一個要求就是八百萬的身價 是的 那很多人已經升了 但是他們 我覺得 也有很多人會知道 其實自己是在音樂椅子裡在玩的 所以我唯一可以做的就是 維持這幾個星期跟大家說 你有概念的 你定好止蝕位 你就衝進去 是的 這個真的是 現在的做法 反而你說TACE ETF 或者有時候在講一些股份 大家會知道中場線是漂亮的 那你就可能知道 我之後的大市回調之後 這些就是你們的購物項目 到時候再做吸納 說得非常之好 真的很貼地 購物項目 之後慢慢急納 還有這些事情 每個人都衝進去 我都明白 不過是看看大家的心理質素如何比較 這些位置那裡真的要看 我們休息一會兒 很快回來我們講EV 稍後談吧 Andy 我們講EV 快要業績了 Tesla 很多人開始說 Tesla27日業績 很緊張 今晚之後就知道了 所以其實反過來這樣說 你說今天未必這麼提 說EV究竟有什麼部署 其實我原本有想過 講一下為什麼小牛 這陣子有這麼多人說 但是反過來 因為Tesla這麼近業績 我就不講特別過股 因為反而其實我覺得 透過今次的業績 我覺得可以看兩樣東西 一樣就是剛才提到 你不是看看Tesla份業績 市場買不買 還有其實我覺得 大家如果在Tesla那裡 或者我自己 我個人的倉沒有什麼參考性 Tesla 因為都是繼續開的 但是如果你說短線 我相信大家會看Elon Musk 究竟會不會講到今年的目標 兩個目標 一個如果你在電動車上面 我看它生產量 它會不會夠膽講 今年的目標是要達到100萬架次 就是雙倍 但是我覺得它未必這樣的 但是在我們自己的預估 有80萬架次其實已經是一個 在我們的合格範圍之內 是的 如果它肯定這個是今年的目標 還有其實可能會好看 究竟它會不會趁著這個勢 吃多些去講究竟renewable energy 兩個原因 其中一個就是 現在大家的幅圖看到 其實就是 黑色條線就是講傳統的能源 綠色條線就是 現在講的renewable energy 其實是看到 已經在2020年大家交換了 即已經取締了 Fossil fuel的生產能力 是的 那變了 其實大家都知道 其實我很看今年 究竟Tesla 會不會就在solar 還有究竟它的powerwall上面 那個microgrid 這個系統 會不會再做好些 那我看一下 反而我想聽這些 跌多跌 是的 那就著這個位 其實我想提大家一件事 其實今晚你已經可以帶 我知道最近可能 很多人都會看一些充電裝 就是blankar那些東西 或者很多新能源的概念 其實我覺得大家可以看一下 NEE今晚的反應 因為其實NEE昨晚出了業績 大家都知道 NEE是一間比較大的一個風電 或者太陽能的公司 或者一個很綜合的新能源公司 那其實那份業績 你就這樣看 它有一點點錯過了目的 但是其實全部都在這個範疇裡面 那變了其實我就是想看什麼呢 就是看市場 買不買它們的forecast 或者究竟市場會不會 拿著這麼大的公司 你就會知道究竟市場覺得 經歷完這次的業績 再比較之前的炒作 是過分炒作 還是市場是可以接受的 我覺得用這個想法 可能會令到大家會知道 過完這個禮拜 或者過完下個禮拜 究竟還應不應該太大注 就是如果你是一個中短線的朋友 還應不應該太大注 留在這個板塊 OK 好 NEE 我不會放棄這個板塊的 但是只不過是否還是很大注 因為有時候大家都明白 始終資金可能會隔一兩季 是會轉小小去隔離這些板塊的 是的 那事實上 其實新能源 或者電動車 升了三季的了 所以其實這次是一個 可能值得大家的考量點 在這個時間升上面 是的 還有去到第11版 我補充了一件事 就是因為大家都知道 現在經常會錯上錯落的了 那我都是借用回羅素2000 究竟如果它失手 由10月底開始拉上來的上升通道 可能大家就真的要小心一點點 就是如果你用現在這個水平計 大概去到可能我猜到2100 或者2050這些水平 如果它失手 那我覺得那一刻就不要再去搏 每次跌下來就是去買貨的時候 這個是我自己暫時初步的想法 是的 很多嘉賓都跟我們說 先預算上錯落的形態 現在是這個風險要預備定的 但是說就容易了 去到見到的時候就會 因為錯上錯落 我相信大家開始預算錯上錯落 但是因為大家覺得音樂已經未完 都會每次都說錯下來就買了 但是我會覺得都要拿定某一些指標 給你去知道 那一刻可能是音樂儀的遊戲已經停了 所以我都會計算 既然過去幾個月大家拿了羅素2000 發覺是有效的 是不是 初時說沒有人相信 現在就很多人都跟著的 那如果羅素2000真的失手那一刻 拿來做一個大小小的profit taking 我覺得都不是一件壞事了 好啊 留意了羅素2000 因為是一個領先的指標 如果是美股 通常會說這個是一個領先指標 可以留意的 那Andy 還有沒有補充呢 最後 今天是這麼多 下個禮拜跟大家跟進業績 好啊 那謝謝Andy 我們下個禮拜再談 拜拜 小編迪迪尼 除了見智飲水 見智早餐 還有見智站好 還有留言 還有分享 記得按下小鈴鐺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